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Youtube又要重新录降 这个就是我头都痕 不是条条片不行 就是说做完又做 其实跟现在中印边境一样 就是说中印边境 刚刚宣布和平没多久 就是说在九月那里 我们不打了 各自撤退 接着印度怎么样 印度就跟美国 连同 在距离中印边境 100公里就军事演习 尤其是山区作战 事实上 今天的中印冲突 没有图片 没有真相 但是印度的传媒爆了出来 当然了 没有死伤 因为现在已经去到一个 严寒的阶段 在 就是说 在一个极寒的 山区上高 是根本上不宜作战 也都为什么中印边境 最多就打拳头架 或者钉石头 或者握一些雷球军 从来没有热战发生 除了2020年 当日的冲突 直接这样 印度这方面死了23人 而中国这边死了多少人 就不知道 他拘捕了10 他拘捕就是4个 但是印度那边就说44个 这个真的不敢说 因为当时踢爆那个 第一个当然 牛腾雨 极恶危机的主办人 那些年轻被判十几年 另外一个 就是中国苏豪的儿子 幸好他在美国 打死都不回 但是从来都不会在 现在冬天发生 因为冬天发生 是根本上没有办法 行军打仗 因为去到这么冬的时候 而海拔这么高 所以这次冲突 是有点奇怪 但是你问我 不会是中国主导 一定是印度挑衅你 因为以前 中俄就服协了在哪里 俄罗斯身上 就是普京 你们不要交交震了 好好看看 然后起码有点震慑力 现在俄罗斯整个 这些这样的经济 无论是军事 全面地跌到没有朋友 这样 你要这两个小老弟 听你说 没可能 而最重要的就是 美国加了一只手 美国从来 可以在印太地区 和印度一些军演 航母上高的军演 甚至飞机军演 但是没试过 就是在高山上高 距离一百公里中印边境 那里军演 就是说 由上个月开始 美国是厌止这一部分 直接这样 示威 对抗中共 那我说 当整个美军 长期住宅在那里的时候 这样印度军人 就是过去被你欺负到这样 今时今日 还不作出还击吗 这个就是所谓的事实 接下来我相信陆续有来 当俄罗斯的势力 跌了下来 而中共的经济 已经 纏扰到它不得了的时候 就是说 它没有能力 再在节外生枝 这样印度必然 更多的挑衅 狗像人世 有个美国佬在那里 你放心 这些 一定会变成了常态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最终share 订阅科金 看广告 可以的话 加入会员和比赛 大比安迪娜 所以要大家支持 拜拜